我只能講說 其實我們今天在台北議題 在立法院基本上是沒有討論的 在行政院基本上也是都討論的 這樣的一個很 fundamental 的問題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這個問題要怎麼回答 我就覺得我們的民主制度出了問題 我們的整個民主制度變成說 我們像這麼重要的議題 其實我們的法令並沒有辦法反映 目前這樣的一個狀況 我們的政府的組織 事實上也沒有辦法 就是說我剛剛講的 Flexibility 是沒有的 然後我們又魅於整個國際的狀況 比如剛剛講的碳足機是世界平均值的3倍 高層的碳足機幾乎是世界平均值的7倍到8倍 這是 Fact 但是在這樣的一個高碳足機的狀況下 事實上我們一直在做高碳足機的事情 我們的政策並沒有辦法反映我們的碳足機這麼高 那下一步是什麼 下一步就是我們可能會制裁 我們可能會有很多的這個 consequence 是我沒辦法沒有辦法承擔的 但是這件東西你要把它拿到政治上來談 那這件事你說談不清楚 因為這裡面就是說你別需要 我是覺得另外一個問題說 台灣人我們要如何欣賞你的政策 我們有沒有耐心坐下來 好好的把一件事情好好花兩個月三個月六個月 大家把它都理清楚 把所有問題都理清楚 然後再來做決定 可是我們現在每一次碰到政治的一個問題 其實我們這個要有辦法做決定的時間非常短 我們媒體沒有耐心 我們的民眾也沒有耐心 我們的這個民意代表也沒有耐心 所以變成說我不能講說這些首長這個能力不夠 而是說他們被逼著要去反應一些 要做一些非常快的反應 但很不幸的是很多事情是不可能會有很快的反應 我們台灣人在期待有可逍遙 很抱歉這些事情是沒有可逍遙的 所以我們的每一個首長 他心裡面都有一把尺 他很難拿著面 他到底要做好好的民眾的事情 還是要做對的事情 他做對的事情 他會付出很大的對的代價 但是他做好好的民眾的事情 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所有的經驗 所以我是覺得要從每個方面來切入 才有辦法回答你的問題 你的問題才有點複雜 我只能講說我們的整個民主的運作機制出現很嚴重的問題 比如說反核四 然後會是有某種 但是現在變成我有發展 還願意發展一下 是這樣 常常 很多記者 要挖洞給我跳 他們問我說我到底才能站成核四 那我怎麼回答他們 我的回答是 以我的專業 我沒有辦法告訴你 我贊成核電 安身反對核電 因為那是個很專業的事情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怎麼做決定 第一個 你要把所有我們台灣的所有的能源的狀況 整個基本資料 全部都調查清楚 我們的這個 這個 全部清楚以後 就照我當他的模特兒 你要做出幾個scenario出來 核四不要 不要了 核一核二核三繼續做 upgrade 還是要提前退一 還是核一核二核三核四都要蓋 所以說你有四個scenario 五個scenario 然後能評估什麼 評估social impact 對社會的衝擊 對經濟的衝擊 對社會經濟的衝擊 評估完以後 你會發現 這五個選項裡面只有兩個是有辦法 是有可能的 然後這兩個方法大家做假意 他有一定的分析的過程 有一定的專業分析 而不是說憑一個很感性的訴求 憑一個這個很簡單的東西 我就要做出這麼封道的決定 然後下面就是說 你真的不要核電 5 20年 你要定出一個短中長期的目標 你要讓這些業者可以上來 替代能源 假如我們現在是多少 我看3.7% 你3.7%的替代能源 你有什麼資格談費 所以你一定要是一邊輔導 讓替代能源上來 然後這邊慢慢下來 這個要很理性的去做一個分析 定出一個很專業的transition 然後這才有辦法做決定 所以核四要不要核電 絕對不是示非體 但是我們都把它操作成示非體 它絕對不會是一個示非體 而且是攸關所有人的狀況 大家應該要做起來好好談 這不是你跟我anybody的決定 是大家要做起來談 所以代表非常成交 我們台灣這個社會不會對話 我們這個台灣社會是更說各話 我們從來不對話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政府運作方式 跟決策方式出現的很嚴重的問題 那這是跟我們目前很普遍的文化 有很大的關係 就像這邊很多的媒體 他們希望的是一個很快的回答 但是並不是每天的東西 都可以有很快的回答 算回答你們的問題 也不算回答你們的問題 然後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跟你們做回答 我們請請問 就是我們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我覺得 我們政府的決策的 這個level 決策的這一層 缺少 比較缺少技術的量 我想起以前 我們李莫廷先生 蘇英玄先生 他們在的時候 雖然時代不一樣 可是呢 因為他們的背景 他們理工的背景 不管是他當經濟部長也好 或者是在其他的公司 都做得很好 再看我們 大陸那邊 這個 大部分的領導 從以前 開始 絕大多數 都市的技術官僚出生 好 這是我第一回答 我覺得 技術官僚 的訓練 對面的人種特質 跟 人文 比如說是法律 特別現在我們的 前幾任 前兩任的總統 都是法律的 我不是說法律 但是我想他們的思維 跟處理私情的方式 是跟技術方的 社會的環境 當一個領導 不管是總統 經濟行政院長 經濟部長等等 他 不是那一方面的素養的人 請問 他只會有這個規循 怎麼知道要把我們的國家的經濟 台灣主要是經濟很重要 文明的生活 他只要把我們的經濟 帶到什麼那個方向去 往哪裡走 這個是我一直都非常 覺得很好奇 也是非常會詢問的 那比如說這一年多來 我接觸這個 海洋人這一塊 就常常跟能源局 經濟部打交道 那我就發現一件事 其實第一個 我們能源的政策單位 位階太低 簡單的講就是能源局 我們常常在開會的時候 都是一位中階官員 大概他說的不算 他說的話不算 他說的話不算 那麼 位階太低 在大陸也叫做能源局 那我見過他們的部局長 他給我的名片 因為寫的就是 Vice Minister 後來我請教他 他說 雖然叫能源局 可是他們的位階 是相當於冷酷 那是直接跟這個總理 那我講這個就是 這個決策的水準不夠高 那很多比較有前瞻的決策 會變入局 第二個就是 技術官僚不夠多 以至於他對這方面的問題 自己沒有獨特的看法 他都要聽他的幕僚 他的幕僚是誰呢 包括工業局 包括能源局 那是經濟部底下的局 他們自己 人手也不夠 所以他們的幕僚 像能源這部分 我跟諸位報告 是好是壞好 我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他的幕僚 其實是工作 都是三個單位在做 都是委外包 一個單位就是工業院 另外就是京台經院 再來就是台中院 這三個單位 那工業院過去四十年 二三十年前 當然對我們經濟貢獻很大 可是慢慢的 工業院嘛 就是工業技術研究 它那個 Industry Technology 這個Industry就是產業 工業技術就是產業技術 可是今天不管是半道的產業 還有很多產業 生物技術等等的產業 但都是小的 產業的技術 是遠遠領先工業的技術 所以 像台積電啊 張宗盟 董事長 他也不會把這個計畫給工業院 那麼 因為他那個技術 遠遠領先 所以工業院變成 就是財源會有一個困難 所以他為了 那台經院台中院 都是民間單位 他們基本上要生存 就是靠政府的他們發展 所以其實他是 都是要仰賴政府的他們發展 那換句話講呢 他第一個考慮到 就是他自己的生存 他為了要股業發展 他就要想出很多點子 踢很多手 那這個點子 就是跟我們產業的 比如說能源 他就跟我們太陽光電影 他就想出很多這個 我們叫做 這個很多犯法 來regulate 中文叫做穿小鞋 就定了很多犯法 給我們穿小鞋 不一定我們這個 那要這樣做 其實呢 我們財業是很重要的 我當牽敵是 我們做生育 可是你們不是做生育 為了求生育 拿策子 我想要做免子 來限制人 和人的東西 這個 聚集的例子很多 不是人舉過 是死的關係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不管他不再定這個 定那個的時候 這個幕僚單位 其實不是能源局自己在做的 但能源局他們也是很忙碌 那因為他也不是這個專業 他也不知道要做 所以就是 有外人在做 那我還在做 變成做出來的 他們也不是業界的人 也不是industry 他也不了解industry 變成定出來的 很多都是我們所不樂見的 那我常常 我那天跟 這個 以前慶文部大學劉校長 大家也問 我們在一起 在談一個稍微 他問我陳佑所 你們會發現 為什麼這十年 我們的產業 沒有進步來反對 沒有進步來反對 我說我這個問題 我也要死 但是最近我知道答案 這個burden 就是我想的這些問題 很高興 是 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